好 过去我们都是听到这个虎头风遮伤人 但是您有听过虎头风会咬人吗 只有一名保二总队的小队长呢 他日前是在德基水库巡视的时候呢 有只虎头风就停在他耳朵上 当时他很担心会被遮伤 所以就没有用手把他挥开 就让虎头风呢 这样子停在他耳朵上面五分钟 最后呢再赶快把虎头风打下来 不过这时他发现说呢 竟然是被虎头风咬掉了一块皮 而且呢这样子的状况是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不过呢专家就表示了 这很有可能是入冬之后呢 这个食物的来源不足 所以虎头风呢才会呢 误把人的耳朵当成是昆虫咬了下去 一直当于拇指长度的虎头风 就停在小队长的左耳上 小队长担心被遮 慢慢走到室内 最后是趁机用毛巾 把虎头风拍下打死 但是他的耳朵上 已经被虎头风咬掉一块表皮 当下我不敢打他 我怕他打下去 他就直接遮下去 我就正经的 等他咬到差不多了 自动飞走 我才把他打下来 张庆小队长当时在德基水库步行巡视 他听到耳朵边有嗡嗡声 最后虎头风停在耳朵上 伪珍还贴在他脸上 事后小队长在脸书抛文 说被虎头风咬了五分钟 吃下午一大块肉 不少人几乎太夸张了 还有人怀疑 是不是要在他耳朵内煮巢 连捕风二十多年的专家 也是头一次听到虎头风会咬人 停在你上面 你就往反方向离开他的视力范围 拍打他会不会被他叮 有可能 叮的伤害比较大 如果说他有过敏体质的话 叮下去之后 你如果没有及时去医院的话 那个过敏反应会比较大一些 专家研判 可能是入冬后食物来源不足 虎头风才会误把人的耳朵 当成昆虫咬下去 消防局提醒民众 上山要避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或擦香水 如果预想虎头风 要保持冷静 迅速离开现场 完全黄总理校园 吴绍青 有你报道